台湾的台湾是不知道 这个台湾的状态是病态 台湾来回来讲 台湾是十一首单的 很大的癌症 这个事情是台湾政府也现在不知道 台湾的民众也现在不知道 才会有现在的台湾 大家好 我是姿劳王大王 我是哈大王 嗨 嗨 大家好 我们是新人 丁氏王 推动联盟 其实台湾不是全部都是人 这个今天的内容就是 首先外国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有绝对好的地方 比较绝对来看看 然后再来是 台湾的人行到台湾的日券 是真的不好吗 这些事情也是后面要讲下去 没错 第一个台湾的好的地方 第一个这是行政的四个人关 台湾的外交官就是公达阿姨 因为是外国人都要去移民室 然后一定会遇到 那些自公达阿姨 你去那边 你去那边 帮你坐号码牌 对 写这些写这边不用写 这边也不用写 这边要写就好 为什么不用写的地方 这把东西 然后第二个 台湾是比较接受多元化的 开放 不是开放 比较开放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事情 都是吸收的量 开在一起 同志恒也是台湾是 亚洲里面第一个 日本也是有提到的 这些事情 然后马上被说 不要 日本是比较不喜欢改变世界 台湾改变起来吸收东西 然后吃音率是特别强 非常快 而且非常强 老师觉得还有什么东西 其实台湾速度做得越快 或是很多 很低派 台湾人的高科技的 适应度非常的高 为什么 因为是台湾拿手机的人 也是之前拿过第一 台湾的很多阿伯阿伯 用那个手机来看 好 日本还是报纸的力量很强 但是台湾的报纸 很几乎没有人 其实还有很多人 其实是台湾的医疗 也是非常的发达 那么台湾的 要学日本的事情 在路上 日本跟台湾 老师觉得最有难的差点是什么 台湾是在边 人行道 阿伯阿伯 游击 然后在边写人行道 游戏人行道 那只是游戏而已 包括谁 车子是随便让 他已经在载一下 对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英雅车是这样走吗 会不会这样子 会啊 变成人要让车 所以 差卷 以人卷高 我的意思就是在家里 所以台湾没有人卷 没有差卷 但是在日本的话 至少有 我觉得地方是很像下 但是 三边有 铁的 铁的栏杆 实体阻隔 意思就是 车子不要过来 车子也不能停在这边 要这样子两边吧 所以其实日本在这个交通上面 其实看起来是比台湾 还要注重平等的 因为他说 车子不能上人行道 然后车走车的 人走人的 所以他其实很注重平等 首先是人行道要做好 不要尸体的人行 对 我不能花一个绿色油漆 他没去人行道 然后这问题 至少要 别人刚 那个东西做的意思就是 不要停在场面 停在 过来 这样 老师 那你之前在日本有看到这种 把人行道上面画停车格的这种设计吗 没有 他日本应该像台湾学习这个吗 不要玩 为什么人行道有七机车 我还在人行道被汽车转过 或者是八安的 八什么 八 哪一个大的 他们比较大的 没有人 安心走路的权益 没有没有 今天都是台湾是 非常小干这个 新年 所以 非常有名嘛 其实你报答了吗 台湾就是 新年理由 对台湾来说 因为这个是留台湾的 台湾是靠观光的国家 对 结果各国的 比如说外交部都会提醒到 来到台湾 危险哦 不要相信 万马县 那旅行怎么可能不走路 那你称你这个观光大国 台湾的这个交通那边 你改善的话 对台湾的经济也是有关系的 大家就安心地开国了 台湾现在需要的是移民 不然的话 原财已经流失了 少此话世界第一名 高龄化 如果是 台湾政府的未来是 想要从国外去 更多年过来的时候 如果是你们是 爸爸妈妈 谁想要 让小朋友过去 很危险的地方 还有一个台湾是 驾照不用感情 驾照非常好取得 而且你一用 你可以用到 75岁 因为日本的话 5年一次 大概大概是3年 因为一开始的人 是新秀 那就3年 如果是没有意外 也没有过年纪的人的话 5年一次感情 哦 没有犯交通违规 那就是5年再换 5年 那是一个好的家事 那就5年一次 但是 为什么5年一次要感情 是因为是 人的判断力 视力 听力 一次回家下讲 不是当什么事情吗 台湾不是很多医生 当政府的里面的人不是吗 那你现在不知道 这个事情 哦 所以其实日本有一个 检核机制 台湾其实应该可以学习 就是要 驾照的 文化跟检核 你怎么办 是 文训制度 对 不然的话 不可能是 一直都是身体好好的 压 我想要做那个 机长车的食法 耳朵不好的人 很多 很大线的人 我的代表很大线的人 也听不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下车 太危险了 这样的人也是太难了 这样都可以上路 对啊 这样的人也是 也是允许 职业驾照 这个就是台湾嘛 日本有金色驾照制度 对 台湾是没有 台湾真的就是 好像 就是对于驾照 你拿到之后 你如果有危险驾照 违规的行为 或者是你有酒驾的 这些记录的话 它的罚则是非常地低的 一点贺阻力都没有 对 但是日本是很严厉的贺阻 台湾有一个误会 就是 日本是因为是 老人 或者是 征修规矩的 有道理 所以 日本的日式很好 日本的教育很好 所以 日本是很棒 这是我觉得台湾的误会 日本是 因为这样资源到人 如果是超市 很麻烦 有这样的资源才会征修规矩 台湾是没有这个规矩的 才会 乱停下来 乱超市 乱扶修 台湾这么乱是应该的 是正常的 正常的 不可能不会是 所以 毕所担人的结果 居然很厉害 我们根本没有一个 反善的规矩跟制度 还有规范这些 没有人知道要怎么遵守 对吧 所以 才会变成现在这个 这样子 所以 有结果是有理由嘛 所以台湾是有这样的理由 才会有这个结果 日本的交通四个 去年死亡的人数 是 不到3000块 两千几百八百嘛 日本是一年一年的少 然后 日本人数是一亿两千几台湾 然后台湾的 交通四个死亡的人数 差不多3000 两个就差不多嘛 差不多 刚刚好 台湾也是刚刚好 但总整口 好像日本跟台湾差蛮多 我刚刚同等的 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 人行道的问题 就是车子不应该上人行道 那应该要有实体的 不要只划油漆 画一划 对嘛 所以这是工程的问题嘛 交通的工程 可以改善 那第二个还有刚刚讲的 驾照的轮换跟检核 应该是制度导演 制度跟教育 没有一个规则 规则 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很久的检核机制嘛 安娜老师 那日本在对驾驶人 他们为什么不会这样直接从轻人中间穿过去 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 不是吗 所以在一开始我们的道路规划就是违反脚理的 你为什么在人行道上面会有机车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就是 台湾的大家是不知道这个台湾的状况是病态 台湾来的来讲的话 还没有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的理所当然是台湾的 咱们的理所当然跟台湾的理所当然不一样 台湾的大家要知道的事情是 台湾的这个叉子的状况 台湾的住的状况是病态 生病的状况 很大的癌症 这个事情是台湾的政府也现在不知道 台湾的民众也现在不知道 才会有现在的台湾 所以这个事情是现在要干下去 不然的话台湾的民众越来越少 越少的这番罐还吃了这么多 因为现在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像是温水族秦王 我们很多台湾人都已经太习惯这样子的交通 因为从小就是这样长大 根本没有注意到 就是其他交通管上的国家 他们是怎么做 行人临死王对台湾人大部分人 也是一个很遥远的 很遥远的愿景 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透过一场游行 号召所有重视这个行人 入圈的声音可以站出来 当然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是日前是一个人做事情 对 搜集了一个平台 那就我关心的事情 然后现在是台湾有不好的三件事情 交通房间 少数房 然后这个事情是 我一直是搜集来 然后就这个事情我一个人之前是做 然后就看到这样子 一起做看看 对 谢谢 这样下去台湾是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Ratat